把便宜的饮料喝掉,把较贵的罐子丢掉了我们才是真的不了解失误的价值 不过现实毕竟是,即使知道瓶子比饮料贵,但你要的只是饮料 空罐子不丢只会变成散发厨余味的废弃物 饮料喝完丢掉容器是在他日常中再正常不过的操作 即便你可能猜到了某些饮料的成本,外面的容器比里面装的液体还要贵上不少 你还是会喝掉饮料丢掉容器 以铝制的一拉罐来说,最常见的是12盎司或是330毫升砖 还有红牛蛮牛那种瘦瘦250毫升装的能量饮料 每公盾铝2600美元,换算下来每公斤约81台币 一个330毫升铝罐厚度0.11毫米,重量15克 怎么看来光是原物料就铁定比内容物贵了 不过铝罐还有瓶底瓶盖是直拉环这种结构 加上产品图案,成本还会更高 根据资料,可口可乐那种12盎司330毫升的 一打成本约33元,一个2.75,蛮合理的 那么里面的饮料是多少钱 以330毫升一拉罐装的可口可乐为例 在美国这种尺寸的铝罐如果采购数量小于10万个时 单个铝罐成本约0.05到0.1美元 换算下来是约3台币左右 跟资料换算的2.75相当接近 这是一般品牌采购时的成本 可口可乐一天销量19亿份 但这是包含其他包装 纯看可口可乐一拉罐生产线 速度快的工厂,一小时产量就可以超过10万罐 那它每次采购量就可以超过10万罐 可以把单个铝罐采购成本压到0.01美元 内容物的部分是可口可乐浓缩原液 在各地装品厂加水稀释 成分最多的水是10万公升10美元 一个铝罐的可乐水的成本是三万分之一美元 玉米糖浆的成本是每顿200美元 一罐可乐里面有33克的糖 成本约0.0066美元 加上打进了二氧化碳香料大约0.0005美元 所以可乐罐里的液铁每罐成本大约是0.007美元左右 按照超低采购价的铝罐每个0.01美元算 瓶子的成本按比例如果是10单位 内容物就是7单位 如果采购量小每个铝罐用0.1美元算 瓶子成本是100单位 内容物就是7单位 铝罐的回收价每公斤是30到35新台币 每个铝罐原物料成本约1.2元 铝罐的成本2.75元 回收就是0.45元 就算拿去回收 钱都比你喝下的那部分还要多 所以你到底是喝了三小又丢了三小 我们总是嘲笑买毒还猪的故事中 为了把珍珠卖个好价钱 用名贵材料木兰请师傅为珍珠做一个盒子 盒子外面金雕细琢 下上金属花扁 还用桂胶香料给盒子熏香 结果买下盒子的正国人走没多久 又急忙折回来 把盒子里的珍珠还给储夷 说你把一颗珍珠放在盒子里咯 我买的只是盒子 屏幕前的各位 如果店员多少钱给你 你一定不会事后还 或许买盒子的人才是聪明 经过多道加工手续 盒子的价值说不定已经超过珍珠 把便宜的饮料喝掉 把较贵的罐子丢掉了我们 才是真的不了解失误的价值 不过现实毕竟是 即使知道瓶子比饮料贵 但你要的只是饮料 空罐子不丢 都只会变成散发厨余味的废弃物 而且饮料和罐子是捆绑销售 你不知道饮料跟罐子分开拆卖 分别是卖多少 你不知道你花的钱 有多少是用来买罐子 有多少是用来买里面的饮料 说不定人家一毛钱的饮料 拆开单卖也卖你19 一元的罐子就卖你一元 不占你便宜了 加起来卖20元 你的钱还是大部分都花在饮料上 罐子丢掉没毛病 有个经验大概可以验证 你的钱全是花在饮料上 就是内用加钱升级套餐 这时就没有罐子 而是用杯子装 这个杯子不能带走 也不能像索尔那样把杯子摔在地上 如果套餐没有其他小菜 升级套餐多花30元 就是全花在一毛钱不到的饮料上 至于某间被家具耽误的餐厅 则是内用加购有饮料的品项 可以饮料无限长饮 这也证明了饮料成本超低 商家也从没想在容器上赚你的钱 刚才以可乐来举例子 你会觉得可乐成本低是因为体量大 可以卖溢价是因为品牌 加上你无法手搓可乐 但茶类就不同 喝茶一直爽 一直喝茶一直爽 品牌繁多又能手搓 不只在家手搓 有些套餐甚至只给你茶包 你真的花了30元升级买一元的茶包 一块钱的茶包泡成的茶大概成本一元 放到商品架上卖20元 当中有多少钱是用来买包装呢 况且你买茶包的一块钱 大多也不是花在茶叶上 而是那个茶叶包 年限纸板 售价是商家喊的 所以放心 不看成本的话 你的钱是真的都花在饮料上 那么有没有饮料成本比包装贵呢 其他包装还有玻璃塑胶铁罐 立乐包等 500毫升以内大致都是一个成本2到3元 1000毫升左右的成本才会上升到一个5元 铝的原料别起铁算是比较贵的 每顿铁原物料价钱约只有100美元 但是单个铁罐一拉罐的成本也没比铝罐便宜多少 一个铁罐重量约35到45克 除了一般的330毫升 还有比较矮胖的博朗咖啡罐240毫升 也是一打30亿元 一个2.5元左右 抓个大概 普通饮料包装的成本大概是内容物的230倍 但其实至少有两类饮料 内容物的成本可能远高过包装 其中一种就是纸制品 纸制品让人觉得比金属便宜 但成本就在那 像是利勒包源自瑞典的Tetrapec公司生产的一系列包装 有70%的纸和内衬的铝箔七层材料 Tetrabrick是长方体 中文翻作利勒砖 有些是上面有塑胶旋钮的 例如这个1000毫升装保久乳的这种 还有用吸管随差集合的铝箔包 已经喝完还会把水装进去用来滋人 这也是大家小学喜欢丢在地上用力踩 蹦一声的 一打成本33元 一个大约2.75 而十足利勒的Tetrapec市面上可能比较少见 两边的封条相互外写 形状类似三角锥 类似八面体的Tetraprisma 翻作利勒转 外观独特 据说抓握方便 还有个开口在不同的地方 也难怪包装成本就是摆在那 还有一种大家熟悉的利勒包里的帝皇 利勒皇顶部为三角屋顶 Tetrarax缩写挺像霸王龙T-Rex 中文翻作利勒皇 装纯枝茶等茶类的没有塑胶盖的利勒皇 一打成本为19元 一个成本1.6 而装牛奶的顶部藏有玄瑾的塑胶盖 这大概就是唯一一种里面装的东西比包装还要贵的 生乳收购价每公斤约22元 加上加工成本铁定比容器贵 所以其中一个东西就是乳制品 另一个东西就是手摇饮店 因为总是有人说饮料成本那么低 饮料店一定很好赚吧 这事确实不考虑房租人事 饮料部分能赚的也没有很多 成本没有大家想的低 内容率也比纸杯贵 成本可能在售价一半高一点 廉价茶叶成本1元 茶经几毛钱 但想要有竞争力就要用好的茶 西兰红茶600克约180元 500毫升用10克茶叶成本3元 而700毫升成本就在4元以上 售价可能在20-25元 有丰膜的纸杯成本大约1元 即便算它3元 只要点茶类内容物就可以超过纸杯的价钱 奶茶类还得加奶 售价较高也没用 一杯鲜奶用量可能再加个十几二十元 即便用奶精成本也比茶叶高 而且我们是烧开水的文明 泡茶还得用瓦斯 弄热了还得加冰块让它温度破底 又是冰箱电费还有糖蜂蜜珍珠 一次煮一大锅卖不完还得倒掉 还没算上房租人事成本 至于实际多少只有内行人知道 但是相比于便利店的纯吃茶 成本真的比杯子贵 尤其是鲜奶类或是内容物跟八宝珠那样的 所以买口可乐是否要跟它对坐 瓶子留着饮料倒掉 而不小孩子才做选择 饮料罐子我全都要 毕竟说不定以后末日罐子会变成硬通火 翻好多倍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